当然如果对每一个案例进行细致研究 也许你会发现更多细节 比如上面讲的 这个抢药材和抢玉米的案例 其实被轰抢的对象是所谓的大户 它不一定是经济阶层相同的村民之间的户害 更像是一种接济敌视的行动 就是找这个有钱的人家下手 但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并不重要 它同样都会造成底层互助关系的解体 因为经济阶层它是处于不断变化中的 今天两个家庭的经济处境可能相似 日后贫富差距可能就拉开了 那原本关系和睦的两个家庭当中的一个 也会成为被敌视被眼红的对象 那未来可能发生的互助呢 也就不会再发生了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 这个哄抢现象它背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农村留守人口的贫困化问题 今天我在河南省民政厅一份表公式的文章当中 读到这样一条信息 他说河南省新县代范村有1138名人口 常住人口呢是488人 其中老人妇女和留守儿童就占了295人 占了60.6% 这个文章随后又说 留守人口当中大部分找到了新的角色 留守儿童得到了照顾 留守妇女也得到了新的工作机会 它本意呢是想表明自己工作卓有成效 但是却透露出了河南乡村这个人口空心化的状况 这个农业的主要劳动力 男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 那留下的就是老洛富庐 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 当然也就受到了严重破坏 如果外出打工的男人有钱可赚 能够往家寄钱呢 这个情况还好 这个老洛富庐还过得下去 如果在外地打工的男人自己也失业了 自顾不暇了 那留守在乡村的老洛富庐 就跌入了更加绝望的贫困深渊 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靠自己能够改善经济处境 那么这个民以石为天 这个减十的石 这种现象出现 我们就太不用奇怪了 在贫困和仇富双重情绪的驱使下 他们就会对比较富裕的邻居下手了 这个社区信任和互助的温情面纱荡然无存 那当然也就不会有社会共同体 社会也就解体了 人人为劲敌 那这种情况呢 就是儒家一再所哀叹的 人相识 这么一种极端糟糕的情况 人们就像野兽一般的互相吞食 那眼下中国农村这种社区关系解体的情况 已经相当严重 到了必须要引起重视的程度 但是它是不是已经严重到了 普遍发生大难一致的这种情况呢 未必是 中国广大农村从来都是被忽视的空间 我们很难了解到中国农村的全貌 但最起码现在看起来 轰抢现象在河南是出现的比较突出 那什么时候就到了这种人相识的情况 灾难已经到眼前了呢 那我认为我们就要注意一点 就是大家看最近发生的多起哄抢事件 它还是发生在开放空间的 比如在玉米地 在这个药田和在树营地 中国农村是一贯缺少私人空间意识的 这个农地在人们眼中 多少认为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人人有份的 是属于大家的 不管你是不是承包到户 一般的人认为它都属于公共空间 也确实今天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 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制 是村委会承包给农民的 这大概也是村民们觉得去邻家的地里捡点东西 是顺理成章的原因吧 但是如果这种哄抢发展到了入室抢劫的地步 由露天哄抢发展到入室哄抢 那就是最后最后的底线也没有了 那就真到了人相识的地步了 观看完整节目 请加入文昭谈古论金的会员 您需要使用Visa或者是Mastercard 加入方式是在浏览器上输入文昭.ca 进入主页之后会有加入会员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有步骤提示 如有问题 请发屏幕上这个客服邮件地址询问